大家好,我是尔柴尔 这个视频给各位分享两款手机字体 一个是小米蓝亭Pro加圆角 另外一个是蓝亭圆系 我用的是华为Mate 20手机 这两款字体都用了一段时间,感觉不错 这两款字体的文件都是TTF格式 华为手机不能直接使用 不过可以用替换法 具体方法看我之前做过的一个视频教程 视频的名字是小米蓝亭Pro字体的那期 前两天我发现了一个手机主题叫欣然 第一次用的时候让我眼前一亮 后来我发了一条动态 发现很多网友在问我 这款主题用的是什么字体 我一直以为自己用的是小米蓝亭Pro加圆角字体 后来经过一番研究才发现自己竟然用的是蓝亭圆细黑 这两款字体是有区别的 这两个字体外形很正式 和手机系统原生的那个字体差不多 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字体 但是这两个字体我感觉比系统自带的字体要好看 清新 清秀脱俗 看着很舒服 另外这两个字体之间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弄混 在我的手机上 这个军型一夜周字体 这个字体是小米蓝亭Pro加圆角 这个爱情七项锁是方正蓝亭圆细 现在用的是方正蓝亭圆细 为了对比方便 我截了几个图 这个字体是小米蓝亭Pro加圆 它的尺寸上感觉要小一点 但是字体的重量粗细要重一些 另外它数字和英文的部分很圆很Q 像0还有6 很圆很Q 这个字体是方正蓝亭细黑 它是属于圆角字体 这个小米蓝亭Pro加圆 虽然它加了圆 但是它还是属于黑体 和圆体区别还是很大的 比如这个国字 这是小米蓝亭Pro 它这个国 这个两个竖和下面那个横 两个竖是出头了 但是在蓝亭细黑里面 这个国字 两个竖和横是连着的 两个竖并没有出头 蓝亭圆细 它的字重和体量要轻一些 整体看上去文字的颜色比较浅 小米蓝亭Pro的文字显得粗一些 显得深 它们俩在粗细上有区别 另外在大小上也有区别 蓝亭细黑感觉尺寸要大一些 我们注意看右上角的这个电量百分比 这是37 这是蓝亭细黑 再看一下小米蓝亭Pro 这是38 很明显这个38要粗一些 但是感觉它在这个电池框里面 要小一些 这个37把电池那个边框撑得很满 关于字体的粗细深浅还有大小 在微信列表里表现也有区别 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蓝亭细黑显得浅 但是字大小米蓝亭Pro显得字小 黑粗 关于字体的粗细也就是字重 这是蓝亭圆体的细板 它还有一个蓝亭圆体的纤细板 纤细比细还要细 整体感觉更加浅 在微信列表里表现很明显 小米蓝亭Pro显得黑粗 那么蓝亭圆体的纤细板会显得更浅更细 再对比一下下拉菜单 这是蓝亭圆细的字体 它是那种竖长的椭圆形 但是小米的数字 它是小圆圈 比如这个9月16号 这个9上面的圆和6下面的圆 这是蓝亭系 注意一下这个9跟6 我个人认为小米的数字比较好看 比较可爱 关于手机字体的选择 不同人有不同的偏好 我们在选择字体的时候 给各位一些建议 第一是字体的名称 字体的名称主要是字体的外形 比如卫生亚黑字体 还有丝圆黑体 名称不同 字体的外形感觉区别很大 第二字体除了字形以外 还有圆角和黑体的区别 比如小米蓝亭Pro和蓝亭圆细 这两款字体算是同门 都是方正蓝亭系列的字体 蓝亭细圆它属于圆体 圆角字体的四周边缘处理得很圆滑 小米蓝亭Pro属于黑体 黑体的四周边缘处理得很直 很硬 同款字体也有粗细的区别 一般的字体都有很多种粗细版本 比如比较常见的标准粗细 或者是加粗的 或者是比较细的 这三种 除了这三种粗细以外 还有特别粗 还有特别细 这个特别细就是纤细 这样就有五种粗细 很多中文字体都有这五种粗细 有的英文字体的粗细级别分的还要更详细 各位在选择字体的时候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我大部分的时间选择的是蓝亭圆系这款字体 是从舒服角度选的 因为这款字体感觉更大一些 更容易阅读 不过字大也有字大的缺点 比如这种字体和图标之间的配合 可能会出现不工整 举个例子 就是现代的这个一键清理 现在显示的是49% 现在是蓝亭细元 我们把它切换成 小米蓝亭Pro 现在是百分之五十亿 这是49 它在里边那圈里面 我们注意一下百分号下面那个圆圈 在这个字小的字体里边 在小米蓝亭Pro字体里面 那个圆圈没有碰到蓝线 但是蓝亭元系字体 百分号下面的圆圈 已经碰到了那个蓝色的边线 这个下拉菜单的时间 它并没有套用我们选择的字体 但是下面那个日期 它已经套用了字体 注意9和16的6 套用字体的 还有右侧的温度 这个温度的这个5 和这个15.54的5是不一样的 另外还要说一点 我们选择的这个字体 也不是所有的应用都能用上 比如微信可以正常显示我们设置的字体 微博淘宝都可以 但是浏览器不行 浏览器显示的还是系统字体 是黑体 举个例子 比如说最后的这个后 后下面那个口 那两个数是出头的 我们再切换成蓝亭元系 再看一下这个后 它这两个数还是出头的 这个和应用有关 关于字体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尔差亚 欢迎关注 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这个和应用都可以 过来 的